字幕秘密 神出鬼没 隐蔽在云雾缥缬的绿林山处 黑熊来了 人与熊的远古传说 开始传开 因为我喜欢山 所以我选择到山里面做研究 我就选择了黑熊 抓熊本身其實就有危險性 因為上山之後 我幾乎就跟山下失聯 我們台灣的熊工農族叫頓門 工農族人認為熊是山的靈魂 路上開始斷掌 這隻是斷子 之前兩隻母熊都斷掌 我就是會難過 大部分的獵人都會射那個陷阱 有一些熊會把整個掌都要斷掉 道路和農地的開發 阻斷了漆地的連續性 黑熊研究團隊估算 大概只剩下200到600隻左右 當時感覺很痛感染變得很嚴重 我們沒有辦法盡視 所以這種人為介入 野生動物的救傷 也是不得不的一個做法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重要 我們上去回家了 想法 謝謝 感谢观看